我那一块地啊 征住了 没想到这一下 给了我爸很快钱呢 我这一个老太婆 也花不完呀 我爸这个钱啊 给我小儿子送过去 让他没花 今天啊 在家没事 就都送过去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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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家吗 妈 关机了 看什么呢 快 快没 妈 你怎么神神秘秘的 儿子 你坐下 怎么 妈 妈告诉你啊 我老家的那一块地 征住了 一下 陪着我爸万块钱呢 我全部都给你送过来 妈 等会儿 陪着爸万块钱 全部给我送过来了 是啊 那我怎么能要呢 妈 你还是拿回去吧 哎 儿子 妈拿回去干什么呀 我这一个老太婆在家里又花不了什么钱 你就算给的话 你应该 你又不是就我这几个儿子 应该给我们弟兄两个一人四万呀 哎呀 儿子 你是不是傻呀 给你大哥干什么呀 你看看他两口子 那没出现的样 我看到他们呀 心里就走得好 妈 你看你又偏心了 我大哥哪一袋煮好了 他在家里照顾你照顾的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 我在他家住的时候 连天肉呀 都不舍得让我吃 他不孝顶 你看看他那里出息 不是让你吃肉 那 那他平常都让你吃什么呀 老是让我吃点清点什么呢 不关你跟我说 儿子呀 他没聊我的呀 就是不孝顶 妈就想了 发这个钱啊 全部都不贴给你 不可能啊 我大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妈 我觉得 你全部都给我不合适 要是让我大哥知道了 他该生气了 我说儿子 你是怎么想的呀 怎么不合适了 妈 你又不是就我这一个日子 行了 这钱啊 要是我们两个平分的话 我就收着 如果 你要是支给我自己啊 那也还是全部拿回去吧 你自己留着 以后养老 我说乔子 你让妈收你什么好呢 你大哥呀 你看看他那个样子 就知道在家 种到两亩地 妈看了 以后我老了呀 也指望不上他 我也不打算指望他 所以啊 我就把所有的钱都给你 以后妈就依靠你了 那行啊 那这个钱 我先收着 这不就对了吗 儿子 妈还告诉你 这件事情啊 千万 不能让你大哥 你大嫂知道 如果 让他们知道了 我怕 他给你要 行 我知道了妈 这么冷的天 你在家里 吃个饭再走 哎呀 儿子 饭我就不吃了 我赶快回去 这家里还有活呢 哦 行 我这两天公司忙 等有时间了 我再回去看看你 哎呀 儿子 你工作重要 不要回去 妈想你的时候呀 我就会过来的 那妈走了 行 那我送你啊妈 来别送了 哎 儿子 可千万记住 这件事情千万别告诉你哥 好 我知道了 那我走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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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子 强子 你怎么过来了 啊 我过来找你们有点事 什么事 坐下车 对 坐下车 那个 你去倒杯水吧 嫂子 不用倒水了 啊 那个强子 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啊 啊 大哥 是这样的 咱妈前两天去往那儿了 她说她的地被蒸出了 赔了八万块钱 咱俩一人一半 哎 强子 这咱妈的地蒸出了 我怎么不知道呀 啊 咱妈这两天有点忙 她就给我说了 她说任我有时间 给你说一下 这不 我把钱给你送过来了 哎呀 行了 强子 你给我说实话 这钱 咱妈是不是都给你了 怎么可能呢 这咱俩都是咱妈的儿子 咱妈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咱妈 怎么可能会支给我自己呢 行了 咱妈呀 从小就偏引你 这地里的赔偿款下来 肯定第一时间 全都给你送过去了 要不然 她也不可能 不跟我说这件事 还让你专门跑一趟 大哥 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拿着吧 你说 从小到大 咱妈一直都偏心我 她总是说你这个 说你那个的 就是买个衣服吧 说是给你买的 其实呢 不是短了就是小了 是给我买的 到长大了 有什么事 她也总是给我说 有钱了 她只给我 大哥 咱妈这样对你 我也看不下去了 所以 这钱啊 咱们两个一年一半 你要是不要的话 我这心里过意不去的 哎呀 行了 咱妈给你的你就收下 我呀 她觉得没什么 这妈呀 总觉得你小 她呀 各方面都想着你 这一碗水啊 也难端平 你说咱妈对你这样 我都看不下去了 不管怎么说 咱们两个是亲兄弟 哎 咱妈拿的钱啊 我再费你一半 强子 这个钱啊 我还是不能要 这是要是妈知道了 肯定啊 有个生气了 这咱妈已经把这个钱给我了 我想给谁就给谁呀 哥 你就收下吧 你跟我嫂子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连个房子都没有翻改 当初 咱妈说给你们盖房子 结果房子盖起来了 说我还没结婚呢 又把房子留给我 你们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过了这样的苦日子 我也 哥 我心里觉得对不起你们 强子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给你大哥 我们是大哥大嫂的 我们让着你也是应该的 你不用用心里跪以不去 嫂子 你别这么说了 这个钱 你们就拿着 拿着 把这房子翻改一下 行了 既然强子执意 要把钱给咱们送过来 这个钱 咱们就收下 这个钱你放好 我都存起了 这是万一哪天啊 咱妈有个头疼脑烈的 到时候 咱们可以拿钱 给她看病 行 我都知道了 哥 你说看病我想起来了 咱妈去我那的时候 她说 她带你这儿 你还不让她吃饱饭 也不让她吃肉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什么 妈居然是这样说的 是啊 强子 你不知道 不是我们不让妈吃肉 是妈的身体啊 不能吃肉 你看 前段时间 妈不是生病了吗 我给你大哥 就火急火燥的 把她送到医院 到医院之后 医生说 妈不是生病了 只是肠胃不舒服 肉吃多了 所以啊 我们先管控她 不让她吃的 是啊 所以你嫂子每次做饭的时候 就给妈 单独做得清淡一点 也是怕她肠胃受不了 可是 这怎么传到你那儿 变成我们这么对她了 原来是这样 这咱妈也真是的 回头了 我得好好说说她 强子 你能这样说 那真是太好了 你看 平时 我给你大哥说的话 妈也听不到心里去 这平时 妈也最听你的话 你没事的时候 就多劝妈几句 行 我知道了 嫂子 这件事 包在我身上 对了 大哥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还是在工地上 帮着老张 办办专办什么的 干点杂活 大哥 你说咱们这老家 除了种地 就是在工地 也没有什么好的职位 你要不跟着我去我公司吧 我给你安排一个 轻松 工资又高一点的职位 强子 你别开玩笑了 我去你看我能干什么呀 我不像你 你啊 是读过书 念过大学的人 我呢 就是个大老初 除了会干重务 还能干什么呀 是啊 趁你哥去了 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再说了 你那可是大公司 你哥也没什么学历 我们就不去了 那要不这样吧 我公司啊 准备明年 在咱们县 开一个养殖场 到时候 你帮我看一下床呢 养殖场 在咱们这 是 你这在外面 开公司 怎么想着 在老家这 开养殖场呀 其实啊 我早就想干这个行业了 但是 手里面 没有靠得住的人 哎 正好 我想到你了 哥 你真是哥 到时候 你去厂里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帮我打理一下就行 强子 你跟哥说实话 你 不会是因为帮哥 才干这个的吧 那这样的话 可不行 哎 不是 其实啊 我真想在咱们县 开一个养殖场 现在这两年 养殖场的生意 还不错 那行 既然你真想干 那 那大哥帮你 你放心 这养殖场 这儿我都知道 怎么管理 你放心 我会 我肯定会帮你管理好的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到时候 我负责销售 你负责管理 哎 好 这真是太好了 那个 今天是高兴的日子 咱弟弟啊 你啊 多做几个好菜 我给弟弟喝两杯 行 我现在就去买饭 哎 哎 哥 这说起来啊 咱们两个 好长时间 没有好好的喝两杯了 哎 是啊 平常啊 你在外面玩忙 也不经常回来吧 哎 对 今天啊 咱们两个 不对方休 哎 好好聊聊 行 咱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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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两个